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文明始於公元前3100年 結束於公元前332年 而在之前的公元前4500年 至前3100年的這一段時間 就被稱為前王朝時期 前王朝時期雖然不被繼入古埃及的文明史中 但它卻是古埃及文明的萌芽時期 大約在公元前5千至4000年之間 埃及人已經進入定居的農業生活 各地開始種植大蜜、小蜜和亞麻等農作物 最初使用的農具是木製和石製的 去到公元前4000至3000年間 埃及出現了銅器 而且野煉技術已經相當發達 社會組織單位已經由氏族公社變為農村公社 村社仍然保持集體的性質 土地、水源、水利等重要生產資源 都屬於集體共有 但村社內部的貧富分法越來越懸殊 掌握領導權的上層分子 經常侵蝕一般成員的利益 佔有較好的份地 擁有較多的財富 富人為了鞏固自己的支配地位 開始將村社管理機關 變為剝削和壓迫窮人的統治機器 在前皇朝時期形成了古埃及的國家初營 它是由許多村社聯合組成的 埃及圖營文字中的周字 劃的是一塊由河區交界而成的土地 可見州最初是一個具有獨立貫蓋系統的單位 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圖騰、州臣、軍隊和代表州的旗幟 所以說州實際上就是一個單獨的小國 全埃及共有約40個這樣的州 州長職位勢集 擁有制治、軍事和司法主權 實際上就是一個小國王 各州之間經常發生戰爭 長期兼併戰爭的結果就是 形成了北部和南部兩個較大的獨立王國 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 北部三角洲地區以布陀州為中心 形成下埃及王國 國王戴鴻官以蛇臣為保護臣 以蜜蜂為國廢 在下埃及王國出現之後沒多久 上埃及以尼克布特為中心 也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王國 國王戴白官以英臣為保護臣 以白色白合花為國徽 相比之下下埃及的文化發展較快 最早出現文字和用於書寫的紙草 但是在政治和軍事上 他卻不如上埃及強大 原因是在於三角洲地區有難以通行的沼澤 國王不容易對各州進行控制 上埃及的國王對各州的控制力較強 所以國勢也較盛